为什么夫妻老了之后,往往先走的是男人呢?原因其实有两个。 首先,我希望女人们都能认真看完,我们来多了解一下男人的不容易吧。 第一个原因呢,这男人的脑子里其实基本上就是挣钱,因为他想要给另一半更好的生活。 他会想方设法去赚钱,这样就会严重透支他的身体,尤其是中年之后的男人。 可能每天他一睁开眼睛,发现全都是在依靠他的人,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。 所以他的心里要装着父母,眼睛里要装着爱人,嘴上还要陪着领导,脑子里还要想着自己的一些事业。 大家只关心他赚得多不多,却没有人关心他累不累。 身体负担,家庭负担可能压得他已经喘不过气了,没有一天能够好好休息。 殊不知年轻时候给出去了,老了终归是要偿还的。 第二个原因呢,就是男人的精神压力大,但他又无处去发现。 有调查显示,男生一生所遭遇的指责是女人的三倍,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女人的三倍,所以社会对男人要求是要流血流汗不流泪。 女人呢?我们可以通过哭闹来发泄情绪,但男人如果真的是哭闹的话,那只会显示出他的软弱无能,还会被指责。 那偶尔可能想发个朋友圈倾诉一下,又担心父母,朋友会嘲笑。 那你想找老婆诉苦的时候,可能又得不到理解和回忆,所以他不得已把男部调成了静音的模式。 不管在苦在难,只能咽回到肚子里去。 第二天他就像没事人一样,继续为家庭去努力工作。 所以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和情绪上的压抑,最终也是一定会反射到寿命上的。 说到这儿,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女人们,有没有感受到老公真的挺不容易的。 这么多年来,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跟生活厮杀,就是为了要给你一个美好的家。 如果你真的是爱他的话,就多给他一些鼓励,少给他一些指责吧,这样子他才能够陪着你走得更远。